台东县长杯五人制足球锦标赛 从1月5号起一连四天在台东体育场举席 8号举行的国小组最后决赛 上场的选手们展现球技斗志也赢得最好的胜利 盘球过人加起脚射门 场上的选手们一点都不输给职业的足球选手 县长杯五人制足球锦标赛 8号举行了国小组最后的决赛 场边的家长也不断为场内选手加油 最后是由林浦国小胜出 这些小足球选手都希望长大能够踢出好成绩 台东县足球运动并不如棒球运动受到家长们的喜爱 国小的基层足球也只有20多队成立 而且每个球队都非常欠缺经费跟专任教练 台东组委会表示 未来会努力协助寻求资源 让台东足球运动风气能够提升 字幕志愿者 杨栋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